再加一顆下面的裝飾珠 再回穿右側的三顆 回到上面來 然後繼續的編製 那我們這樣就已經完成了兩組 我們總共一樣要編12組 那最後一組的這個結合的地方 我們要跟它一樣 跟這邊一樣 跟這個珍珠前面的這個 剛才結合的這個組合的地方 是一樣的做法 那我們已經又到了這個要 兩側要把它組合起來的位置 第二側也已經變了11組 那第12組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樣要共用三顆主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只有加了三顆 就是小大小三顆組之後 要來共用這個低側的三顆 由上往下 由上往下 再回穿剛才加的那三顆 再回穿剛才加的那三顆 這個低側的線 留在這裡 稍微要稍微的把那個線固定好 再來穿比較好穿 回穿這個步驟加的三顆 這個步驟加的三顆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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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回穿四顆 然後 這個 下面的那個裝飾珠 在我們的這邊已經加了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回穿 第一側的四顆主題 它就 組合起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 這兩條線 不管用哪一條都可以 好 那我會取比較長的那一條 直接來加一顆 巴咪的珍珠 加一顆巴咪的珍珠 那 嗯 等一下要做那個流樹的部分 那 在流樹之前 我們有先做一組那個螺旋邊 那這一組螺旋邊的話 我們中間珠的部分是 四顆 四顆 中間 中間珠 中間珠 然後 加 兩顆的 十二零一輪小珠 下一顆 四米的角珠 遠顆的十二零一輪小珠 總共就是 有五顆珠子 那我們要 螺旋邊的編織方法 是由下往上回穿 四顆中間珠 那這裡 因為這中間只有一條線 所以我們要再來做一個補牆的動作 那我們就把這一個線 再回穿外側珠 回穿到這個珍珠前面的 這個中間共用的那四顆珠子 然後再隔 最後一顆 十二零一輪小珠子 回穿到這個螺旋邊的部分 你要先前進四顆再回穿三顆 或是先前進三顆之後再回穿四顆 就可以了 那就會回到這個螺旋邊的部分 那記得要前進到這個中間的四顆中間珠 那在這裡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在這個螺旋邊的部分 每一次編完的時候都會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一定螺旋邊的技巧 一樣把這個珠子往左上攪翻 那這裡就是我們每一組的中間珠 都會穿兩組的外側珠 所以這裡一樣直接再穿一組外側珠 沒有加任何新的中間珠 那回穿這一組剛才的那一組中間珠 一樣把它往左上攪翻 那接下來都要加兩顆新的中間珠 再一組外側珠 所以會是兩顆80 再加兩顆120 然後4米的角珠 再120 兩顆 這是中間珠 兩顆新的中間珠 然後再一組新的外側珠 那記得中間珠都是四顆 但是有兩顆是舊的 兩顆是新的 編完之後一樣往左上攪翻 那記得這一組中間珠 還要再加一組外側珠 它是兩組外側珠 所以再加兩顆120 一顆水晶 再一顆 再兩顆120 一樣五顆這一組外側珠 那一樣回穿四顆 四顆中間珠 四顆中間珠 沒有加任何新的中間珠 好 那第二組的中間珠 也編了兩組的外側珠之後 記得往座上攪翻 再加兩顆新的中間珠 然後再一組外側珠 以這樣的方式來繼續編制 那我們總共會編 這樣子就是兩組兩組的總共有六組 等於是有六段 這樣子就等於是一段 一段有兩組 那這樣子已經兩段了 然後有四組 一二三四 有四顆水晶角珠 但是它只有兩段而已 那我們總共要編六段 所以會有十二顆的水晶角珠 那我們已經編完了這個六段的螺旋編 那就繼續再編流樹的部分 加兩顆十二零 一顆四咪的角珠 再一顆八咪的珍珠 那接下來一樣還是編那個聖筆的寶鞭 所以還是小大小小大小 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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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樣是編穿 第一組 第一二三顆 也是要把它推到這個紙袋 這樣子不行 緊密著 再加一顆十二零 由上往下回穿 三顆 再前進珍珠 還有四咪的角珠 以及這裡加了兩顆十二零 可是這裡還是沒有辦法回轉 那我們就要再前進這個螺旋邊的部分 或者是你隔著這一顆 這一顆這個十二零 這個小珠 然後回穿上去 也可以 隔著這個最後一顆的這個十二零 然後回穿到這個聖筆的寶鞭的部分 我們要來做流書 回到這裡 那開始要來做流書的部分 那流書的部分的話 我們一樣是以聖筆的寶鞭的基本型 就是小大小小小大小兩組 然後回穿第一組 加上側的裝飾桌 回穿四顆 再加一顆 再加一顆下側的裝飾桌 可以穿三顆 那這裡已經完成了兩段的聖筆的寶鞭 那我們流書的部分 我們總共要做五段 再加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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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一顆 再加一顆 一顆 很重 中火 將來 以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我们在那个上庄四株的地方 我们有做一个小小的变化 一样就是加这个小大小两组 然后回穿第一组的小大小三颗 那接下来要做回穿装四株的这里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变化 我们加一颗四米角株 以及三颗的十二零日本株 我们要隔着这三颗十二零日本小株 回穿角株 以及我们就把它当成是 这个是一颗装饰猪 然后回穿 我们的都是回穿四颗 装饰猪下面都四颗 记得 再加一颗下面的装饰猪 这个就一样的十二零日本小株 然后再回穿这一组小大小 这样子我们就在这个上面的装饰猪 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